大家好,我是翼翔 今天要來繼續介紹Vtuber 這次要介紹一個人 她是Vtuber界的BestGirl 也是讓Vtuber這個產業發揚光大的人 而她就是Cover的社長 大家好,我是Modek Tanigo CEO Cover Corporation 好啦,就不要再講太多廢話了 那我們就開始吧 小學41年生,47歲 今天請求患心 本名是古香元昭 生日是1973年12月10日 年齡是48歲 Yago出生於日本的大阪府高歸市 Yago童年時就非常喜歡玩電玩 而夢想是成為一名工程師 所以Yago對遊戲設計非常嚮往 因此Yago24歲時 從日本的私立輕易藝術大學理工學部畢業後 就在1997年直接加入了Imagineer 這間遊戲公司裡面工作 雖然Yago更想去的是其他的大型遊戲公司 但要進入大型公司非常難 因此Yago就選擇了Imagineer 去其前面之後就成功加入 因此Yago在Imagineer 先後擔任了遊戲製作人 和官方網站移動版部門管理人 所以Yago就在這裡 累積了遊戲製作的經驗 到了2008年 Yago被任命為 以前叫 三雖雷的公司總裁和代表董事 也開始提供一個叫 13min的郊遊訊息服務 這才開始了Yago的社長之路 當然Yago想製作的是遊戲 製作這種軟體可能不符合他的想法 因此到了2016年 Yago就把三雷給賣掉 成立了現在的Cover公司 Yago也開發了一款VR的乒乓球遊戲 Ping Pong Legend 而在這時 因為有了伴愛的出現 就让Yago有了新契机 因此Yago就决定往VTuber产业发展 在Cover底下成立了我们非常熟悉的HoloLive 接下来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了 至于到底为什么Yago会被称作Yago 这就要从2019年的1月说起 在2019年的1月21日 Holo零其身Roboko与二其身Sibaru的联动直播中 Sibaru不小心把Yago本名的姓氏Taniko念错成了Yago 从此不管是Holo粉丝还是Holo成员 都通通把古香称为Yago Yago也从此变成了古香的代称 而Yago本人居然也默取了这种行为 所以后来Yago也把他的Twitter名字前面加上了Yago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Yago名称由来 再来Yago也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形象 就是这个一头生Yago 在2019年的2月 隶属Holo的Atsuki参加了UPD-8的VTuber企划 因此UPD-8的负责人大阪无始 就为在Twitter留言祝贺的Yago做了这个 从此之后Yago的玩梗度就大增 还直接被自家的VTuber给打碎 Yago也很多次的被自家的VTuber在直播中提到 而且VTuber们有时还会开Yago的一些玩笑 结果Yago就变成了代表Holo的吉祥物 就让人感觉Yago在公司里的地位低下 所以Yago也被粉丝们牺牲为Holo的底层员工 而Yago的一头生形象还被这一批一级生的Hachama 在HoloLife的Minecraft伺服器中盖出来 并且不止一个 而且Yago后来还被炸掉 当然,以上这些都没什么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Yago在2019年9月16日时进行了一场专访 而他在这专访中的一句话 可以说是Yago名流轻史的金句 那就是 因为AKB是日本的一个偶像团体 但是HoloLife内的各个成员 所做出来的行为跟偶像完全沾不上边 反而走得越来越远 因此这段话就被称为Yago的偶像梦 到了这边也有一个必须提到的 就是Yago的ICU梗 ICU就是家户病房 这个梗是出自已经毕业的HoloLife四旗生 重生可可出配型的开头动画 Yago被可可砸中结果住了院 而这和Yago的偶像梦结合起来就变成了ICU梗 刚刚也有讲到 Holo旗下的VTuber们时常会做出一些非常混沌的行为 这时就会有人戏声Yago又进ICU了 而后来发生了一件让Yago受到毁灭性打击的事情 在2021年1月10日 童生哥哥与林奇生史乃空进行了迷音联动 而Sola是被誉为HoloLife中唯一的偶像的VTuber 但是就在这场直播中发生了这件事 当Sola讲出这句话的瞬间 Yago的偶像梦就完全破碎了 因此Yago当天也在她的YouTube频道 发了一部英语的感谢影片 而她在这部影片中 是称呼自己旗下的VTuber们为艺人 不是偶像 也称Cover是2D娱乐公司 不是偶像团体 因此也被粉丝牺牲 Yago正式放弃了她的偶像梦 不过在2021年6月29日 Yago接受了童生可可的专访 却有被问到 Yago的梦想真的破灭了吗 而她本人是这样回答的 而大家会玩那么多Yago的梦 也就代表粉丝们是非常喜欢Yago的 而欧美地区的粉丝们 还赐给了Yago一个称号 就是Bad Girl这个称号 再来就我们所看到的Yago 她讲话都会有一个口头禅 就是 SO DES NEEE 而也有粉丝戏称 难不成Hole Life所有VTuber的中之人 都是Yago吗 果然Bad Girl的称号 不是空穴来封啊 好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Yago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的公司社长 如果这些内容有哪里讲错 或是不完整的地方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记得按下喜欢加订阅哟 小铃铛也要 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通知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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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